好了,我们继续回到《圣经征读》 我们讲的是神秘主义,基督密宗 内容放在护教专页里面 我们讲到基督教的神秘主义 或者是犹太密宗他们的看法 包括了一个奥秘,就是神的同在 第二个就是知识与智慧 就是来自多年的阅读、祈祷和经文的密想 而清贫就是成为修道的重要部分 其实也是禁欲的主义 好了,其实有很多基督教经文 都是基于犹太的属灵基础之上 包括智慧和神同在 对于灵界知识的理解 其实是有别于由洛斯底主义的教徒 所发展出来的洛斯底哲学 他们专注于只是提供给少数人的深奥知识 让他们从邪恶的世界当中解放出来 跟着我们来了解一下神秘主义有不同的领域 包括有默契主义,有在神秘学底下 可以说有神秘主义和超自然科学 首先就是说在基督教里面的神秘主义 称之为默契主义 包含了人类和神或某种超自然力量 结合为一的各种形式、经验和体验 并且强调这一切是宗教共有的现象 神秘主义者的基本信条 是世界上存在超自然的力量 或者是隐藏的自然力量 这种力量是可以通过特殊的教育 或者是宗教的仪式来获得 这个默契主义是有两大特征的 首先第一,就是迎而上力量 或者是日常生活不可遇的神奇事件 是存在的 而第二,就是这种力量或者事件 可以透过某种人为的方式 让人亲身体验到 而在基督教的默契主义里面的派别 其实都是有宗教灵修、静修、贵格会 马丁主义、洛斯底主义、玫瑰十字会 基督教神秘主义、密传基督教等等 而这个默契主义的基本概念 就是看见异仗、神的爱、与神为一 或者是成神论 其实默契主义通常都是被称之为 与神或绝对者合一 但可以指任何一种被赋予宗教 或者精神意义的狂起 或者改变的意识状态 它也可能是指证这个误 究竟或者是隐藏的真理 以及通过各种的实践 和经验支持的人类转变 早期和中世纪基督教的圣经 礼仪、精神和沉思方面 而在近代早期 神秘主义的定义就发展到 包括了和非凡的经历 和精神状态相关的 广泛的信仰 和意识的形态 就是这个默契主义 而从广义来说这个默契主义 就可以在所有的宗教传统里面 都能够找得到的 从土著的宗教 撒满教等等的民间宗教 以至到阿伯拉罕的信仰 和印度宗教等等 是有组织的宗教 以及现代的灵性 新时代 和新宗教的运动 接着就要讲这个神秘学 神秘学的意思就是说 是一个秘密的知识 或者是超自然的知识 和它相对的就是事实 和可以被测量的知识 作为基础的各种科学 所以这个科学 和这个神秘学就是相对的 所以神秘学 也都称之为 隐秘学 或者是原秘学 其实神秘学这个名词 有时是被用来指 一些只是为了特定人口而设的知识 或者那些必须被隐藏的知识 对于神秘学家来说 神秘学是某种超越逻辑 物理定律 感官的精神现实的研究 所以它的中文名词 包括了有奥学 或者是玄学等等的名词 而在这个神秘学里面的神秘主义 其实在启蒙时代 神秘主义就越来越被视为 和科学概念本质上不相用 从那时候开始 使用神秘科学 就意味着有意识 来反对主流科学 和旧形式的神秘主义是有所不同的 神秘主义并不拒绝科学进步 或者是现代性的 其实神秘主义者的另一个特点就是 和早期的神秘主义者不同 他们经常都是公开和基督教保持距离 而在某些情况下 甚至是会采取一个明确的 反基督教的立场 其实这个也反映了 世俗化对当时的 欧洲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 是多么普遍 在拒绝基督教的过程当中 这些神秘主义者 有时会转向基督教前的信仰体系 并且接受现代异教的形式 而其他人 就是受到亚洲宗教的影响 例如是印度教和佛教 而在各种情况下 某些神秘学家 是两者都有的 这些神秘主义者的另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强调个人的精神实现 而这个思想 是将强烈影响到 20世纪的new age 和人潜能的运动 所以接下来就讲神秘科学 神秘科学的概念 其实是发展到16世纪开始 这个术语通常包含了三种实践 包括尖声术 炼金术 和自然的魔法 即管有时也包括了各种形式的占卜 而不是被归入到自然魔法这个类别里面 而神秘科学这个词 很多时候都是等同于魔法的同意词 而通过传统的西方的神秘科学 就好像练金术和仪式的魔法 这种精神实现是得到鼓励 但是去到20世纪初 亦都开始 包括了一种非西方背景当中 吸取的实践 就好像这个瑜伽 所以这个瑜伽也是西方的神秘科学里面的范畴 我们今次先讲到这里 我们稍后回来 就会继续讲基督密宗 今次先讲到这里